台湾自行车登山王挑战赛 被认为是世界十大最困难赛事之一 而今年总共是有32个国家 有412位选手来参加 这其中呢 还有两位是年仅19岁的台湾女子选手 更是全场的焦点人物 不让日本熊本熊专美于前 台湾黑熊也来骑脚踏车 带领2015台湾自行车登山王挑战赛 来自全球的自行车高手 抢先体验出发点花莲七星潭的风景 萌翻天的模样 成为赛前记者会最大亮点 2015台湾自行车登山王挑战赛 长达105公里的路程 有90公里时上坡 被认为是世界十大最困难赛事之一 就算是身经百战的选手 也都不能保证能够顺利完赛 所有本届赛会的国际亮点选手 也抢先暖身把握最后练习机会 除了大家已经熟知的国际自行车好手 本届赛会台湾也有许多选手参赛 其中郭念文 陈自营两位年仅19岁的小将 原本是学音乐 却转行当起自行车运动员 去年成绩更是名列前茅 还成为了重点潜力发展选手 教练是音乐老师 然后我那时候是国乐社的学生 然后我就因为看到教练每次练习来的时候 都骑着脚踏车过来就觉得很酷很帅 就说教练我可不可以参加 这一次我因为我来了很多高手 然后我希望就是我的成绩可以比上一次更快 年轻小将力拼国际高手 誓言骑出最佳成绩 30号早上清晨6点钟 一共412位选手将从花莲七星潭出发 强攻终点站海拔3275公尺的荷欢山五岭 所有选手严正以待 就看谁能够坚持到底拿下登山王的称号 民事新闻张正宁张宽浩 花莲报导